哈囉大家好,我是竹手棒 最近許多朋友都打算要出國玩 不管是不是要去韓國 首先都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該自由行還是要跟團呢? 那這一集我就先以自由行的角度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優缺點 自由行其實並不太困難 但是個有點麻煩的選擇 我建議不怕麻煩 願意面對並處理的朋友們嘗試 那麻煩的點在哪裡呢? 從訂機票 住宿 機場的出入境 交通 規劃行程 包括旅程中間所有的Happening 都是要去做功課了解 親自實踐並處理 但這些麻煩啊 正是 自由行的精髓喔 你的這趟旅程啊 不論是愉快到此生難忘 或是失敗到刻骨銘心 從騎手準備自由行的那一刻開始 就已經在累積屬於你的旅行記憶囉 並且啊 跟你的旅途交織 緊密的連接在一起 不會有分割感 是一段由你親手書寫 延續 且完整的故事 所以透過自由行的準備啊 你也會對目的地的飲食 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並且啊 注入更多的情感 你精飄細選的餐廳 隨意路過卻做了大半天的咖啡廳 因為不會殺價而買貴了的紀念品 滿懷期待卻大失所望的景點 這些啊都是選擇自由行的你 在旅途中可能發生的事情 而這些放在平時 也許只是再頻繁不過的日常 但自由行的魔力 卻能讓你隨時回到 記憶點中的那個場景 那段時光 或是那個香味 而途中你所拍下的照片 可能啊 比你的婚紗照還要常拿出來翻看呢 另外雖然都是自由行 但從行程的規劃 也能看出一個人的個性喔 比如有的人只決定好幾個大目標 其他一切隨緣 也有人 閒下來啊 就會恐慌 或者是強迫症發作 要以30分鐘作為一個單位 把行程安排的滴水不漏 滿滿滿這樣 不知道各位的旅行風格 是屬於哪一種類型呢 自由行的優點啊 就是一切自己做主 並且有著無限的彈性 不會有人規定你 明天早上8點 要準時集合出發 也不需要在車上 聽著無趣的介紹 或是參觀一個 你一點都不關心的景點 你的一切行動跟決定 完全是出自於你個人的意願 這一點可是有著很大的區別喔 打個比方 你養了 在家隔離 那是不得不啊 但如果 我就只是想宅在家 三餐叫uber 不想出門 雖然啊 都是待在家裡 但被迫的 跟出自你個人意願的選擇呢 所帶來的體驗 跟情感 可是完全不同的喔 所以 出自你意願的自由行 最後啊 能帶給你一段 非常完整的回憶 還有體驗 那缺點呢 嗯 就是麻煩的點 沒人幫你辦理出入境手續 沒人幫你訂住宿餐廳 沒人幫你解決交通 然後還沒有人在車上講故事給你聽 也沒人帶你去免稅店購物 是不是很可惜啊 不過啊 以過來人的經驗 這些麻煩呢 只要處理過一次 就不怕再有相同的困擾了 親自訂過一次機票跟住宿之後 以後啊 這些都是分分鐘就可以解決的小事 而且 過程中得到的經驗 是可以套用在未來的任何旅程上 還能從一些事務中吸取教訓 所以希望各位自由行新手 不要抱有太多的負擔 或是猶豫 就把它當作是國內旅遊一樣 果斷地邁出第一步 如同我提到的 從開始準備的那一刻起 你就已經踏上旅途囉 也祝各位 都能寫下一段 多年後再次想起 仍然色香味俱全的旅行故事 我是竹手棒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接著書上旅行